其实我也很纠结要不要分享这个资讯 如果有人开着这个东西的话呢 会让98%以上的youtuber或者是blogger呢 会免收入 拜托拜托 不要在youtube上面放这个 尤其是我的频道 看youtube看到一半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广告跑出来 点击你最想看的视频的时候 又有一个广告出来 去到一个网站到处都是广告 而你要的 content 就只有一小个 如果你真讨厌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这个影片 将会为你解决这样子的烦恼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生浩TV 我是生浩 今天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就是 如何关闭恶意的广告 这里呢要先说明的就是 一些善意的广告是好的 因为它可以提供 自由创作者像youtuber 像broker这些人的经济收入 而有一些广告呢就太过分了 就像我刚才所讲的 全部都是它的广告 所以这边先要说明的就是 我们只对恶意的广告 可以采取这样子的行动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 千万不要在youtube上面开这个 因为九十八千以上的youtuber 就会没有收入来演 其实这一个东西是一个 Google Chrome的extension 它可以把那些广告呢 全部删除掉 那么我们现在就去看 这个是什么东西 你可以在Google Web Store里面 找到我们要的extension 首先我们先输入 App Vlog 而这一个就是我们要的extension 所以我们就 Add to Chrome Add Extension 它已经进去我们的Google Chrome了 现在我们来开youtube HELLO 大家好 我是VIO 这个就是一个广告 下面这个也是一个广告 而这个又是另外一种广告 所以我现在就打开这个App 它有什么分别 然后refresh 你会发现到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广告不见了 再看另外一个会尺寸出现广告的地方 这是一个普通放漫画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右边这个也是一个广告 然后下面这个也是个广告 那么我们看一下如果没有广告是怎样的 所以你看 右边的这个广告已经不见了 然后下面这个广告已经不见了 以上就是我要分享的教学 其实就是这样简单 在这边还是要再提醒大家就是 如果这个广告呢 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个恶意的广告的话呢 那么开着它会比较好 因为这些是一个自由媒体人的收入来源 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的话呢 请不要点击个like 然后分享给有需要的人 如果你想要接收到更多科技生活上面的资讯的话呢 请记得订阅3号TV 我是3号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